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讲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的主题是与天父相交 那要与天父相交其实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对天父上帝正确的认识 我们怎么认识天父上帝呢?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那边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天父上帝 唯有在父怀里的独身子将他显明出来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认识天父上帝的方法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而我们说认识耶稣基督 其实这个认识就是一种关系 上帝非常注重我们与他的关系 耶稣在最后服事的时候 他带领着门徒到了一个地方 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 耶稣在那个地方问门徒说 人说我仁子是谁 门徒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 有的人说是以利亚 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的一位 总而言之就是旧约的先知 如果人这样子认为耶稣是因为先知 其实已经是很尊敬耶稣了 因为以色列人对先知是非常之尊敬 不过这些答案都不正确 这些人对耶稣的认识都不正确 耶稣后来再问他的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现在不要管其他人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就代表所有的门徒 使徒就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个答案是一百分 把耶稣的工作 耶稣的身份都讲出来了 耶稣是基督 是神应许大卫将来要来的那位君王 要来做王的 他是世界的王 并且彼得也说到耶稣的身份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天父上帝的儿子 是上帝 门徒跟耶稣三年的时间 想必对耶稣有足够的认识 能够对耶稣有这样正确的认识 有这样的认识 当然就能够带出正确的关系 同样的我们对耶稣 也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 使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正确的 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能够正确的认识天父上帝 因此我们跟上帝的交通 就变成美好 今天的经文在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24节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的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在这里的关键就是要把主的道存在心里 这一句是约翰给教会的一个测验 也是一个命令 这个存是一个很关键的字 意思就是我们要扎根在神的真理里面 我们好好学习神的话语 与神每天有相交的时间 把神的道里藏在我们的里面 存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就必住在子的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这个住就是mano 就是代表亲密的关系 当我们把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跟天父跟耶稣就有亲密的关系 上次我们讲到要抵挡谎言 感谢主这个我们基督徒特别的能力 我们里面有圣灵 我们能够知道真理 感谢主 今天我们讲到要持守真道 而这个持守真道就是更多我们人的意愿 我们虽然知道了真理 可是我们是否真的是愿意来持守这个真道 当我们持守神的真道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是正确的 我们跟天父自然会有一个美好的相交 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 我们基督徒能够抵挡谎言 我们能够来知道真理 我们更重要的要来持守这个真理 愿我们真是愿意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扎根 来持守那原本所听到那纯正的福音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